武神主宰,第5611章,深渊通道 虽然这一朵深渊之火被包裹着,可秦晨还是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恐怖力量 随即,秦晨又看向了不远处的玉龙大地 随手一抬,轰隆一声,一股恐怖的雷霆之力瞬间席卷而出,一下子包裹住玉龙大地 下一刻,那笼罩住玉龙大地的深渊之火,如同烈日下的挨挨白雪,瞬间消融殆尽 哄,顷刻之间,整个深渊,祭坛四周的深渊之火,为之一空,不见踪迹 玉龙大地身上剧痛消失,他震惊地看着这一幕,愣了愣之后 急忙第一时间来到秦晨身前恭敬行礼,玉龙见过陈少 此时的他,对秦晨是彻底心服口服,心中无比震撼 那可是深渊之火呀,先前的他,被那深渊之火笼罩,根本无力抵挡 浑身本源就如同油锅燃烧,根本压制不住 可在秦晨的挥手之下,自己身上的深渊之火,竟然就瞬间消失殆尽 这简直就是离谱 秦晨身前,玉龙大地的头颅低垂,恭敬得如同老奴 心中再无半点轻视之意 之前,他称呼秦晨为陈少 只是因为幽明大地的提醒 可现在,是真正的敬畏了 嗯 秦晨点了点头,看了眼玉龙大地 只见玉龙大地浑身伤痕累累 亿万年的镇压,令得他身上龙鳞破碎 到处都是伤口 其中一些伤口的地方 白骨森森,甚至能看到其中的内脏,在那血淋淋的伤口之处 甚至还有一丝丝的深渊之力散溢而出 你的伤没事吧 秦晨微微皱眉 可以看出来,玉龙大地虽然从祭坛中活着走了出来 但是伤势却极其严重 一身实力,怕是也大受影响 玉龙大地急忙道 陈少,我的伤势无妨 能活着从那深渊祭坛之中脱身 在下已是万分感激了 至于这伤势 只要给在下足够的时间 在下一定能治愈的 多谢陈少关心 玉龙大地小心翼翼道 幽明大地忍不住道 白痴,你这伤势是被深渊之力感染 等你自己痊愈,那得等到什么时候 说着,他静止来到玉龙大地身边 对他道,还不快求秦晨小子帮你 啊,玉龙大地愣住 幽明大地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你还没明白 秦晨小子这么说,就是用心帮你 你还不快敢,再说了 你伤势,好没好不要紧 万一后面遇到战斗 你拖着病区,怎么替秦晨小子 鞠躬尽脆死而后矣 秦晨小子救你 是因为你还有用 你也是老牌大地了 这点人情事故,还用我教你 说着,幽明大地 看向秦晨 舔着笑道 秦晨小子,你说是吧 玉龙大地 秦晨 意思是这意思,怎么从这幽明大地嘴里说出来 这么难听呢 摩力 你去帮他一下吧 秦晨转身对着摩力道 摩力眼角抽搐了一下 妈的 好处没自己的 干活都自己来 心中肺腑着 摩力已经来到了玉龙大地身前 只见他右手探出 直接摁在了玉龙大地庞大的身躯之上 嗡 只见玉龙大地身体中被入侵的深渊之力 竟是迅速沸腾起来 一缕缕的深渊之力从玉龙大地体内缓缓散逸而出 这些深渊气息迅速地化作涓流 会成小溪 最后如同汪洋一般 一瞬间全都进入到了摩力身体中 哄 摩力身上涌动可怕的深渊之力 他闭上眼睛 瞬间发出一道舒服的身影之声 能残留玉龙大地体内这么多年的深渊气息 个个都是顽固残留之力 对摩力而言 无疑都是大不平 一旁 黑莲圣史健壮 忍不住舔了舔舌头 心中艳羡不已 虽然他也是深渊族人 但也不是什么深渊之力都能吞噬 能如此随意炼化和吞噬深渊之力 不愧是皇族大人 失去了深渊之力的污染 玉龙大帝只觉得浑身一阵轻松 好似一座压在身上的大山 被搬去了搬 原本死气沉沉 行将入土的气息 竟是一瞬间暴涨起来 宛若获得了重生一般 同时 他身上的伤口 竟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修复起来 哈哈 玉龙大帝狂喜不已 本来他以为自己虽然被救 但想要恢复实力 没有各一个纪元 几乎不可能 谁知 仅仅片刻间 他的伤势就已恢复得七七八八 多谢陈少出手相助 我玉龙这条命是陈少给的 今后陈少若有什么需要我玉龙做的 只管开口 我玉龙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玉龙大帝急忙单膝跪地 神情激动不已 一旁原本还有些惊喜的魔力 脸色则是瞬间难看了下来 妈的 伤是自己治疗的 好处却是那小子的 做人实在是太难了 魔力小子 你就知足吧 没有那秦晨 你又怎么会有今天 再说了 你先前吸收了那些深渊之力 也算是补了一口 你的好处 他得实惠 双赢 这时 罗侯魔祖的声音 在魔力脑海中 瞬间回荡起来 樽樽叫道 哼 没那小子 本地难道就得不到这些好处了 魔力心中冷哼一声 不过他也只是说说 内心确实很清楚 没有秦晨 他怕是连着万道封锁阵都进不来 秦晨小子 咱们现在是该离开这里了吧 幽明大帝急忙到 不急 秦晨目光看向下方的深渊通道 眼神深邃 难难道 你说 这深渊通道后的深渊世界 是什么样的呢 你想做什么 幽明大帝心中一惊 你千万不可莽撞 深渊世界 传闻是个没有任何生气的地方 宇宙海之人一旦闯入其中 便会被无尽的深渊之力拉扯进去 成为行尸走肉 永无天日 是吗 秦晨淡淡道 那为何明月女帝能进入其中 听黑莲圣史说 明界亦有其他高手 也曾闯入深渊世界 试图解救明月女帝呢 这 幽明大帝愣住 宇宙道 深渊能闯入我宇宙海 我宇宙海强者 自然也能进入其中 只要达到一定的实力 短时间内 也未必会被深渊之力彻底腐蚀 只不过你如今 秦晨不等幽明大帝把话说完 直接转头看向玉龙大帝 玉龙 这深渊通道 能让深渊族人进入冥界 是否能让我冥界之人 前往那深渊世界呢 玉龙一愣 连回道 陈少 应该 没问题吧 属下曾见过有深渊族人 从这深渊通道中出来后 又返回的 这个通道 应该是双向的 双向的 秦晨目光顿时一闪 秦晨小子 你千万不要莽撞 你听我说 幽明大帝急忙开口 只是他话音未落 轰的一声 秦晨的一道神念之力 已然从他的身体中 飞掠而出 进入到了那深渊通道之中 你 幽明大帝变色 深渊 魔力心神一动 目光一闪 同时他的一缕神念 同样飞出 进入那深渊通道中 轰 一进入那深渊通道 秦晨这道神念 顿时被一股恐怖的吞噬之力 瞬间剧烈撕扯着 差一点当场粉碎开来 不过好在秦晨的神念中 融合了一丝深渊之力 这才让他的灵魂保持了完好 未曾当场粉碎 也不知过了多久 可能是一瞬 也可能是永恒 嗡 秦晨这道神念眼前 豁然开朗 一片阴暗深邃的天地 骤然呈现在了秦晨眼前 这就是深渊世界 这是片极其阴暗冰冷的天地 如同孤寂的宇宙星空 那是一种没有任何生命存在的冷迹 宛若要将人灵魂冻结般 让人永远沉沦 涌现黑暗 比起冥界的阴冷 这深渊世界更加的孤寂 冷漠 混乱 黑暗 那是一种看不到任何希望的绝望 滚滚天地间 一道道恐怖的深渊气息涌动 在秦晨这道神念之力出现后 瞬间感知到了他的存在 如同闻到了血腥的鲨鱼一般 在发现了异类的存在后迅速涌动而来 疯狂碾压着秦晨的神念 就在这时 嗡的一声 魔力的神念 骤然出现在了秦晨身侧 那些正疯狂排挤秦晨神念的深渊之力 似是感受到了什么 让他们兴奋的存在一般 一瞬间沸腾了起来 竟是抛弃了镇压秦晨 而是疯狂涌入到了魔力的神念之中 哼 魔力的神念 以一个惊人的速度 竟是在迅速提升起来 嗯 就在这时 这片寂静虚空 无尽遥远的深处 似是有一道道可怕的存在 感应到了这里的变化 一道道让人毛骨悚然的气息 迅速蔓延向了这里 这些气息尚未到达 秦晨脑海中便涌现出强烈的紧照 是深渊之中的强者 秦晨脸色微变 现在的他们 还不能被深渊强者发现 否则的话就麻烦了 想到这 秦晨豁然看向魔力 沉声道 魔力 我们退 我 魔力正处在惊喜和震惊之中 听到秦晨的话 神色顿时一正 可看到秦晨的眼神后 他当即不敢反驳 急忙将自己的这道神念 给猛地震碎